大家好,我是小安,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。 肝是我们人体最大的消化线,占体重的五十分之一,或者是四十分之一。 有着非常丰富的血流供应,每分钟流进肝脏的血液可达1600至2000毫升。 肝脏可以帮助完成营养物质的合成和分解,并且参与激素、药物和转化解毒, 还能分泌胆汁消化脂肪。肝脏是一个解毒工厂,可以将血液中的有害物质、微生物、抗原、抗体养化。 再者就是将重金属物质随着胆汁排出体外。肝脏是身体的重要器官,一定要好好保护。 又或者启动肝脏的护普腐细胞进行吞噬,直接将病毒吞噬以防身体中毒。 肝脏是一个哑巴的器官,虽然有特别丰富的血管分布,但却缺乏痛觉神经,往往到最后一步肝脏才会发出信号。 但是这个时候肝脏很有可能达到了肝硬化、肝癌这个阶段了。肝脏最怕的就是它主人不爱惜自己, 经常吃一些油炸、肥腻的食物,并且每日还硬臭、喝酒、抽烟、熬夜、作息不规律。 不爱运动,只靠药物来维持健康的,从而会影响了肝脏的代谢,增加了肝脏的负担。 如果我们的身体出现了三黑两臭的状况,就一定要注意了。 这个时候说明我们肝脏已经出现了问题。 1. 身体散发异常的臭味。 在没有叶臭疾病的前提下,最近突然发现刺鼻的体味,那就可能是肝病来的信号了。 因为肝脏本身是一个代谢的器官,通过其代谢的功能,将体内多余的毒素排出。 当肝脏代谢出现问题之后,身体内的毒素无法排出了,会通过皮肤毛孔散发出来,所以就会产生极强的体臭味。 2. 异常的口臭。 在平时没有口臭的情况下,突然发现了口臭,这种情况是肝脏的问题导致的。 3. 当肝脏收藏之后,身体毒素无法进行排泄代谢。 血液中大量的癌尿素蛋等成分就会大量增加。 NT本身就有极强的刺激性,味道通过呼吸从口鼻中排出。 3. 阻黑是指1。 3. 口唇异常的发黑。 健康的嘴唇应该是粉红色的,而且有光泽。 对于肝脏的患者来说,大部分会出现口唇发黑的表现。 特别是本身患有肝硬化的疾病,容易导致肾上炫皮质功能降低。 4. 垂体中间部分,大量的分泌黑色素细胞,导致色度在口腔黏膜,唇部堆积。 2. 面部发黑。 3. 当患上慢性肝病后,肝脏功能也会逐渐变差。 3. 然而无法完成对于雌激素的面火和平衡工作。 4. 血液中雌激素含量大量的增加,就会刺激黑色素沉着。 4. 并且,皮肤内的绿氨酸酶含量增加的时候,同样也会导致黑色素生成量的增加。 4. 面部皮肤比较薄弱,更有利于黑色素的堆积。 所以肝病患者容易出现面部发黑的情况,皮肤肝的症状也会有的。 3. 指甲异常的发黑。 中医认为,肝主筋,指甲是筋的其中一部分。 如果肝功能比较差,就会导致大量的毒素类有害物质在身体内堆积。 指甲也会因此出现黑色的树条纹,表面欧凸不平的状况。 中医将其称之为是肝尸出血的症状。 假如我们身体出现以上的症状,我们就要提高警惕了。 肝脏作为人体最重要的代谢器官和排毒器官,身上堆积的各种各样的毒素,都要看肝脏来排毒解毒。 有时候我们肝脏复合不了了,我们就可以通过一些施料的方法,来帮助肝脏减轻负担,排除毒素。 传统中医角度来讲,要是同源,很多时候也被证实了对肝脏有好处的。 今天就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个,对于肝脏,对于非常好的保护作用的施料方,能在短时间内帮助肝脏清理毒素。 并且能够很好地保护滋养肝脏的作用。 首先我们准备60克葡萄干,加入清水淘洗干净。 清洗的时候可以加入一勺面粉清洗,这样洗的葡萄干更加的干净。 葡萄干不仅是美味的零食,经常的吃一些,对我们身体是非常多的好处的。 葡萄干的营养价值特别的高,经常吃葡萄干,能够起到补水的作用。 葡萄干的含铁量是新鲜的葡萄15倍。 每天吃一把葡萄干,更加有助于我们补足气血,让面色变得更加的红润有光泽。 特别是体虚贫血的朋友们,可以多吃一些葡萄干。 葡萄干除了补血,还能够还好地降低心脏血管疾病的危险。 葡萄干当中含有黄酮类物质,有抗氧化的作用。 能够清除体内的自有机,还能够降低胆固醇,防止血伤的形成。 从而能够预防心脏血管疾病。葡萄干还含有抗癌的作用。 葡萄干当中含有一种称之为白铃卤醇的成分。 这种物质能够有效地防止细胞恶化,能够抑制恶性肿瘤的增长, 从而达到防癌的作用。 葡萄干水最深切的地方在于它可以促进肝脏的健康。 通过特例的肝脏生化反应过程, 包容它更有效地排除血液中的毒素。 再准备一把英米加入清水淘洗干净。 经常吃英米能够排毒。 英米有利尿去湿增强身体免疫的功效, 能够预防骨质疏松,增强皮肤抵抗力,延缓疲劳。 准备一把绿豆淘洗干净。 绿豆被称之为肝脏的解毒网。 绿豆具有很强的解毒作用,能够清除体内多余的毒素, 预防食物或者是药物中毒。 绿豆也是肝脏解毒的器官,使用绿豆之后能够减轻肝脏的负担, 改善肝脏功能。 绿豆还可以解百毒的, 所以平时的时候我们可以多吃一些绿豆特别的好。 我们把洗干净的葡萄干绿豆倒入养生糊中, 加入清水多来一点。 盖上盖子中香火焖煮20分钟的时间。 才准备一把枸杞淘洗干净。 枸杞入肾经、肺经。 最有很好的滋补肝肾、清肝明目、清肺止咳的作用。 能够治疗腰细酸软、阳尾、蚁精、头发、枣白等最有很好的辅助治疗的效果。 焖煮好之后,再把枸杞倒入锅中, 焖上两分钟的时间就可以了。 对我们的肝脏和肾脏特别的好。 能够帮助我们肝脏清理排毒, 还可以提高肾功能。 只要坚持喝上几天, 我们的肝脏就会变得特别的干净。 还能够开好地保护我们的肝脏、肾脏。 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的是, 葡萄干毕竟含糖量比较高, 糖尿病患者一定不要吃。 我们在使用这个食料方之前, 一定要先遵用医生的意见, 分清楚自己的体质到底适不适合喝再去食用。 葡萄干枸杞茶水, 最好在早饭前空腹喝, 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好地把它的营养成分吸收掉。 好了,家人朋友们,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。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所帮助, 请帮我点赞关注, 订阅我的频道, 欢迎下方留言加一。 我每天都会分享 不要在养生支持与您分享。 感谢所有朋友们支持, 谢谢大家。 我是小安,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 再见。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